这是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终止对抗赛中最具争议的时刻 在前两局的比赛中 中国队在日本队的顽强防守下 依然扛着巨大压力拿下两局 可在第三局中 大逼分落后的日本队开始放手一搏 让中国队刚开场就处于下风 然而此后丁霞在防守时却被裁判判定违规触网 尽管事后在视频回放中显示 丁霞并未触网犯规 可裁判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 现场观众看到这个结果之后一片唏嘘 作为队长的朱婷也第一时间出面向裁判组抗议 但最终裁判还是没有改变判罚结果 此后日本女排趁机起誓 将局面彻底逆转 中国大逼分落后 于是在这关键的时刻便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朱婷用熬战两局后嘶哑的声音怒吼 拿回来 成了当时最高燃的视频片段 最终 中国女排说到做到 打得日本队毫无还手之力 正常比赛中 仅朱婷个人就拿下了18分 还打出了一记 时速接近百公里的死亡重扣 结果就是 中国队以3比0的比分横扫日本 朱婷经过这一战之后 也成了所有中国球迷心中的主心骨 从穷苦出身的农家女 到带领女排成功逆袭的天降紫威星 朱婷到底有多厉害 14岁正式接触排球 18岁站稳国家队主力 21岁登顶里约奥运冠军 三次未免MVP 世界三大主攻守 即便是在群英汇翠的欧洲赛场 朱婷也依旧是最亮眼的排球之星 巴西教练评价他说 朱婷是世界排弹最好的攻守 世界上只有一个朱婷 美国教练评价他和朱婷处于同一时代的球员很悲哀 走上国际赛场后 朱婷一直都是各国排球教练羡慕的对象 天赋满分 身体素质完美 技术动作顶级 世界教练之所以如此眼红 正是因为朱婷全方位来说都很优秀 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冠之后 朱婷在郎平教练的介绍下 加盟了土耳其瓦基福银行俱乐部 为了吸纳这一天才球员 土耳其为他开出了最好的待遇 年薪高达110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850万 并且还有随行的翻译和营养师 丝毫不用担心水土不服 而朱婷的成绩也完全配得上土耳其的付出 第一次代表土耳其瓦基福银行队 参加女排世界杯比赛 首战就拿下了全场最高的28分 率队3比1 拿下开萌红 刘洋的第一个赛季中 朱婷就帮土耳其队拿下了4个冠军 较烈的三年时间里 更是拿下了6次MVP 还实现了个人俱乐部全满冠 此后朱婷成了土耳其最受欢迎的外国球员 更是被土耳其教练称为20年不遇的球手 然而尽管为土耳其拿下这么好的成绩 朱婷在三年合约期满后 依旧毅然决然地回国效力 即使土耳其此时为他开出了200万欧元 1500万人民币的最高价 也依旧没能留住朱婷 世界冠军的格局有多大 朱婷仅用半年就花光了1500万 为父母盖房子花掉60万 为村里修鲁花了将近800万 此外捐建养老院和希望小学 分别花了110万和360万 可他却没用这些钱为自己置办豪车别墅 而是一直在尽自己的所能为祖国做贡献 然而事实上朱婷也只是一个出身穷苦人家的孩子 要不是父亲把他送进体校训练 或许如今的朱婷还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打工 朱婷出生在河南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 小时候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字 就是穷 排行老三的他上有两个姐姐 下有两个妹妹 父母要供他们上学简直难上加难 每次上学要交学费时 面对三个女儿一块要钱 父母都压力巨增 为了不让父母为难 姐姐们总是让他先开口 自己则是总出现在学校没交钱的名单上 小时候 朱婷几乎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 每次都是捡两个姐姐的旧衣服穿 自己还穿得十分爱惜 因为还要继续留给妹妹 为了省钱别的同学在学校吃五毛钱的菜 朱婷只吃一毛钱 从来不敢跟家里多要一分钱 因为他知道父母也很为难 13岁时 朱婷父亲原本打算让他退学 让学习更好的姐姐继续读书 直到听到老师的建议 朱爸爸才萌生了送女儿去上体校的想法 那时候朱婷的身高就已经达到了1米8 的确就有当运动员的前置 于是他便坐着父亲的农用三轮车 奔袭98公里来到周口是体校报道 刚到学校时朱婷力定跳远就能跳到2米 科技篮球教练嫌他太瘦 皮划挺教练说他腿太长 只有排球教练收留了他 可是提校的学费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对朱家来说 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打击 而严苛的训练也让他的身体吃不消 没钱买肉吃 只能吃几块钱的素菜 为了补充营养 父亲只能开着自己的三轮车 为他送家里的馒头和咸菜 在这期间 朱婷的爸爸腰伤差点瘫痪 妈妈也差点双目失明 学费都只能找亲戚艰难凑起 这些家里的困难 朱爸很少跟朱婷提起 但懂事的朱婷也知道 家里人的难处 因此他更加艰苦地投入训练 每天起跳挥臂的次数达400余次 双休日时 同学们都回家休息 只有朱婷一个人在训练场馆里 练习颠球发球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年之后 朱婷便被选进了省排球队 并且获得了参加专业比赛的资格 千里马长有 但伯乐难寻 好在朱婷遇到了 尽管这次比赛他不是主力 但还是被对手恒大排球的教练郎平看中 三年后 郎平成了国家队教练 第一件事就是将朱婷找了过来 于是朱婷便顺利入选了国家队 在郎平的培养之下 他成了又一位体坛巨星 也靠自己的努力 让父母和姐妹们都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然而人红是非多 朱婷的能力越强 比赛失利时迎来的非议就越来越多 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发挥欠佳 拿到了女排奥运史上的最差成绩 郎平卸任女排主帅 而身为队长的朱婷 也成了被炮轰的重视之地 朱婷因为手腕上的伤势恶化 导致整场比赛都调整不过来 尤其是在对战土耳其女排时 面对对手来势汹汹的攻击 朱婷整场都在忙着接球 根本没精力扣球 导致中国队一直处于下风 比赛失利之后 女排队员们也纷纷做出了反思 朱婷手腕伤势加重的确是不小的原因 但是女排想要保持高水平 不能只依赖朱婷一个人 可惜前三场比赛中 女排队员都没有改变阵容 导致比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最差成绩 其实面对比赛失利 压力最大最伤心的人还是朱婷 可是网上却有不少人将包袱压到了她的身上 总有人时不时地诬陷谩骂 甚至是抹黑她 将她推入到了舆论的漩涡当中 胜败乃兵家城市 女排队员们面对的压力远远比屏幕前观看比赛的观众更大 于是对于网络上这些像自己泼脏水的键盘甲 朱婷直接选择了报警 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可谁知 起诉时间刚刚过去半年时间 朱婷就又陷入了舆论漩涡 前不久 女排公布了出展女排世界联赛的名单 朱婷和张长宁因伤缺席 可一位上海的排球教练却公开叫板朱婷 在直播间公然炮轰她 拿手术当借口 拿着公费在国外游山玩水 实则是朱婷在国外进行手术后还处于康复阶段 公费游山玩水则指的是 朱婷在康复阶段去看了网球比赛 还跑了马拉松 这位教练的质疑很快引起了朱婷粉丝的不满 并且粉丝们也自发在评论区上演了一波网报 而面对朱婷粉丝们的举报 这位教练也直接发布了一条实名举报的视频 更是让网友怀疑是在蹭热度 不管怎么说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 不应该随意损害运动员的声誉 尤其是朱婷还在治疗伤病和康复期间 其实作为一名运动员 伤病和发挥失利都是正常的事 大家看到的结果 无论输赢都代表着他们私下里的努力 作为粉丝 应该对他们宽容一些 不管怎样 以朱婷过往的成绩来说 他都已经是神一般的存在了